周四 加州部分非议社区领袖召开在线记者会 反对由州参议员威善高提出的SB519法案 威善高声称 SB519法案将帮助退伍军人和有色人种的心理健康需求 对于威善高的说法 社区领袖表达强烈反对 他们指出SB519法案若通过将助长犯罪 并为其他毒品合法化打开大门 后果是弊大于利 根据美国纪督局的说法 迷幻剂是属于一级管制药物 意味着这些药物很可能被滥用 而目前在美国 迷幻药还不具医疗用途 据悉 SB519法案于上月 在加州众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投票通过后 目前定于7月13日在健康委员会举行听证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